成都至自贡至宜宾高铁12月26号建成通车 这条高铁与城贵高铁组成环线 成都都市圈与川南城市群从此实现快速连接 据了解 城自宜高铁线路全长261公里 全线共设12座车站 是四川首条兴建350公里时速高铁 城自宜高铁穿越龙泉山等山脉 横跨长江等多条河流 施工难度较大 自2019年1月开工建设以来 该项目架设了231座桥梁 建成29座隧道 当天的首发高铁司机杜辉说 城自宜高铁线路对司机操纵要求较高 起伏坡度较大 最大坡度时相当于动车组平均前进一公里 就爬升七层楼的高度 这条高铁线路它设计数据是350公里的 它中间是连着了很多条旧的站线的 然后它区间的一个变速点比较多 它的一个起伏坡道比较大 对我们动车的司机来说 它的操纵要求就比较高 最大的坡道是千分之三十的一个坡道 就是我们动车组 每运行一公里 它就要台上30米的一个高度 如果我们司机操纵不当的话 旅客坐在车县里面 它就会有一个坐过上车的感觉 就是这个感觉 城自宜高铁 以全长7.84公里的天府机场隧道 下传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这也是天府机场站 成为世界上首座 以时速350公里 直接下传航站楼 滑行区和跑道的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350通过的话 它的这个空气动力学效应 是非常明显的 就对我们站台上的旅客啊 还有这个工作人员 它影响非常大的 那我们就是通过车 跟那个停站车之间 我们是设了隔墙的 震动这块也是应该比较明显的 所以这块就是减震隔震 我们也是进行了很多专题研究 达到这个旅客乘坐这个舒适的要求 一个是铁路 一个是机场 电池干扰这块 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难点 这块也是开展了很多专题研究 确保就是这个咱们这个 整个两个两个系统 都是那个是安全的 满足要求的 位于长江上游的 宜宾临港长江公铁大桥 主桥长1742.1米 桥宽63.9米 主跨522米 是四条高速铁路 以及公路和人行道的 共同过江通道 这座集中多功能于一身的大桥 也因此成为世界首座高铁与公路平层布置的斜拉桥 世界最大宽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 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钢箱梁斜拉桥 宜宾临港长江大桥是建设在长江上游 它的这个季节性的水位变化非常大 我们枯水期和风水期的这个水位差高达十几米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握在我们枯水期范围内 把我们这个涉水基础的进行一个完成 这样的话才能够安全的进行我们后续的一个使用任务 所以在我们在建设过程中 也是提前的做好各项的一个准备 城自宜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金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西南地区高速铁路网的重要连接线 延伸线 开通运营初期 铁路部门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 最高达16列 其中成都东至宜兵站间 最快73分钟可达 宜兵一家旅行社看准时机 趁着首发列车 组织了一个70人的老年旅行团 从宜兵出发前往成都游玩 领队杨丹告诉记者 舒适便捷的出行方式 让很多年龄偏大的游客 有了更多的旅游机会 以前我们旅行社 基本上采用的是汽车出行 那么汽车出行 它的时间就比较长 到成都的话 可能就要三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必须得排两天的行程 那么现在高铁开通以后 这个时间大大的缩短了 我们设计一日游产品 会更加的丰富 也为客户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